設定400 電腦會自動跳一彎 是401 我們當時是401萬5千 對 所以我們買到了 好啊 那這樣我們這邊也有價值 好好 我已經放了這個 我也沒有 要等你們 要緊張嗎 雖然我們買金額在日本只有 搞到半年真的一倍 我們這些所有的費用加起來 90054 那目前已經到9003、9004 他把基數鏈跟偶數鏈分開了 他寫405對不對 我想一下 我想要加到415、418都可以買 沒關係 那我們到時候就 反正我再買了 就看看到多少 沒錯 那他這個分區有什麼不一樣 他就是通常把進口車跟國產車分開 那目前9萬號就是 他把進口車或者是一些高級的車都放在這個 9號 是進口車 對對對 不是說右駕的左駕是 對 沒有 沒有 是進口 對對對 有些像國產 或者是一些比較低單價的車 好可憐 對 那再40台就到了 就是90054 他要拍那麼多車 所以很快很快對不對 對 所以他說他車子一開標 到結束其實很快就結束了 下一台我跟你解釋一下他的情況 他的損失是誰 好 太好了 譬如說這台這台GR86 他是140萬起標 他亮藍燈就開始進來 開始上 通常要按到底 超過譬如說賣家設定的底標之後 他才會亮好的 目前到210了 220 他就是這麼快 對 還沒有到他底價 OK 他250萬頂住了 OK 到他底價開始賣 現在開始變比較慢了對不對 5千5千跳 250才50萬台幣而已是不是 對 他這幾年的 這個啊 2022 2022 對 是台灣賣170的 所以你看嘛 他現在是5千5千跳 嗯 代表是兩個競爭 因為一標是5千的力 喔 OK 對 但是他亮紅燈的情況下 就是代表說 就是反正只要停手 誰停手就誰得掉了 OK 剛剛271萬5千結束 他就是這麼快 你想一下根本不到1秒的時間 你還在猶豫的話 原汽車提供給你一個 最專業的古代網站 現在呢 只要進入我們 點選中古車架的估價服務 我們一共提供了16個車廠 以及呢 160種車型 還有5千多筆的資料 只要輸入您車輛的完整資訊 我們就可以提供給你 最精準而且最正確的 中古車架估價服務囉 再走 就決定了 比新疆快很多 沒錯 新疆還可以有一點點時間 對 他過八百開始賣 其實我這個時候按也可以啊 但是我已經設 我已經設好了 你跟自己跟自己競爭 對對對 目前看這個速度 大概有三組人到四組人左右 我會跟你講 反正至少要加到四百二 反正我就想要買回去 然後對不對 證明我們這個有沒有 不是玩假的 不是玩假的 對對對 那如果超過四百二 我跟你講加你也是按好了 我們下午如果設電腦的話 就是設多雜就不行 不是我是說等一下那台 對 等一下那台 就是如果超過四百二 我想加就 就是看情況啦 是到底是多少人競爭 如果說今天很多人競爭 那一下就上去 那就可能就 算了是不是 就算了 不是緊張的感覺喔 好來囉 好 實際上五萬公里 嗯嗯 坐價 嗯 一百五十萬起 你有沒有看到亮圈圈 亮圈圈我們是最高價對不對 沒錯 要是先到還沒到 嗯 嗯 那這樣算很多人按嗎 蠻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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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按它 圈圈避免離開 喔喔喔喔我知道 圈圈留的時間 我最高價的時間沒有留 好 那兩百六兩底下 那底下兩百六 對 等於日本人認為兩百六就可以賣 但是台灣人在那邊拚對不對 沒錯 台灣人我日本 真的蠻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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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圈銀銷是我的嘴角 嗯 如果我不好 我們三百六就買到 然後他在猶豫了 他在猶豫了 他在猶豫了 他可能設定四百 這 他設定在四百 設定四百 他四百零一萬五千 他設定四百 電腦會自動跳一萬 是四零一 他們當是四零一萬五千 對 所以我買到了 好啊這樣我們 這部便宜有價值 那後續的手續呢 這台買到的手續呢 這台買到的手續 不然 我們等一下就直接 把他開去幹活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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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剩下就下午了 這個就讓你電腦設定就好 可以 沒問題 因為我們已經有最大的價值了 是 我看一下喔 好好好 我已經放了這個東西 等你們等他緊張了 我們確認一下剛剛買到的車子 好 那我們要等一下過去嗎 我按完一台車就可以過去了 好 像這種車子 車上的東西會被海關檢查嗎 原則上會 會 怎麼辦我會把我的第一次獻給你 我沒有想到真的買不到耶 所以有點怕怕 你覺得不太真實嗎 對啊 你覺得這一趟日本行是順利到不行嗎 嗯 真的 至少大部分都順利吧 蠻順利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有你 因為有你啊 怎麼會是我呢 謝謝 謝謝 這車看起來很貴耶 你好像六三還很貴 什麼樣的車會出現在這裡的樣子 大部分都是車上的庫存車 新車有可能 或者是一些轉賣的 或者是他們 通常 原廠啊 原廠他們放超過三個月的話 他們就會拿來 真的喔 對 三個月而已喔 對 台灣也是這樣的啊 都是喔 現在 新車公司都要求 換下來的中午車要 吃下來 你要他賣什麼賓士 他賣不出去 所以他就規定要去他的牌場的牌 可是那對於車主來說 就是把車拿到這裡拍 對他們來說有什麼樣的用因嗎 車主不太能進去 都一定要透過車商 這等於是一個 車商的每一盒的公司全開 這是一個車商的每一盒的公司全開 這是一個車商的每一盒的公司全開 這是一個公司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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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滿輕易就可以把車子開出來 好像沒有什麼很多的公司 因為人家有心用跟額兔 你以為隨便的人都可以看 你說這也太輕易了吧 你們等一下跟在我後面 好 這邊都是坐汽車船的 對 這邊 我們這邊的港口呢 主要是汽車船 為主 對 做汽車船跟 做貨櫃的好壞有什麼 其實貨櫃 現代的兩貨櫃比較貴 而且貨櫃呢 還會有專櫃跟碰撞的風險 好啦 所以 這台是我們買的 Rulia 這是幾cc的 2000Turbo的 這台跟我們剛剛這台有什麼不一樣 這台是一樣的 也是顏色不一樣 對 這樣就算小夾子喔 對 喔 這台版不用一萬塊 這台版真的滿有價值的 謝謝你 不會啦 非常謝謝你 也期待我們這樣子弄 真的很剛好 有時間剛好 這樣弄可以 就是聲音越來越好 然後我們配合越來越好 對 有很多處罩 對 然後買很多車 然後你幫我們進很多車 請車日本嗎 不 我們回去對不對 會分析所有的成本 然後告訴你 加起來價錢多少錢 然後 固定一個 我直接告訴你 我要賺多少錢 大概賺10% 讓你知道日本人的車子 是個內容 那為什麼這港口沒有門禁啊 剛剛那個 你刷臉的啦 他刷臉的啦 刷臉的是不是 可是我們台灣人 還要放身份證還要幹嘛 原則上是要啦 對 我們剛剛就刷臉 對 刷臉 刷臉是一個方法 早期其實都過貨櫃比較多 我大概七八年前真的住 但是貨櫃有時候 你要自己有兩台才併貴 嗯 對對對 那你併貴有麻煩 後來就是 汽車床後來比較盛行以後 就 就多改一種汽車出去 也比較快 最近 日本的車價錢也有 跟之前有跌價了嗎 有 稍微有跌 因為畢竟現在20124嘛 跨年度 跨年度的關係 對 因為台灣是景氣不好 跟景氣沒有 你要注意喔 這有黃線了 你稍微靠太走 右轉 對 他通常接近路口的時候 他路口會有黃線 嗯 黃線的時候就禁止變換車道 要注意 那白線也不行嗎 白線可以 白線可以 對你看這邊白線嘛 好我們走最左邊 白線實線 白線實線可以 是喔 那如果要回轉的話 可以 怎麼回轉 因為我們很常遇到 不知道該怎麼回轉 對我們就不敢回轉 然後就知道了好遠 如果你看到地板有寫 有一個回頭的箭頭 那沒有的話就要一直開 然後右邊打叉就是不行 哦 沒有打叉的就可以 沒有打叉就可以 白石線 比如說我現在白石線 那我可以這樣回轉 可以啊像他們這邊 右轉車道嗎 你轉過去說順便回轉 可以 不是一般的那種 少的路 可能就只有雙線道 雙線道 雙線道的話 可以啊 你是妹子良心說可以還是真的可以 你剛剛回答不是很自信 可是因為雙線道 你很窄啊 你要怎麼回 就是兩次啊 沒有車的話就可以 哦 這邊有寫 它是寫說到這邊為止是不行回轉 代表剛剛那邊不行 哦 這邊過這邊以後就可以了 那這是虛線啊 這是虛線嘛 前面看有沒有可不可以回轉 沒有的話就不行 東京一萬多台的時候 到晚上9點 沒辦法在家裡按 可以啊可以啊 也是可以嗎 我就是用那個筆電 有些太原的大阪名古屋的飆場 手續費也比較便宜 哦是哦 對 我們今天也省下手續費 日幣嗎 日幣日幣 好啦其實在前面的影片知道嘛 我們在這台車日本買的金額是 400萬日幣 400萬日幣等於87萬台幣 然後我們開到那個港口對不對 其實哦 正常它會收一次拖車費 因為橫濱剛好在港口旁邊 但它有可能是東京廠 那它的內陸的拖運 就是運輸的費用是1萬塊 然後我們那個拍賣費 所以我們配合了採購 告訴我們真的成交的話可能 日幣只要1-2萬塊 可是呢 因為我們跟他買 我們透過他請他幫我們服務 當然也要給人家手續費嘛 我們跟他 合訂的這個拍賣費 包含他幫我們買的這個服務裡面 我們給他的金額是1萬5 然後 說這個新車船從日本到台灣 要2萬塊 所以其實 增加的費用 目前 2萬塊的船運 1萬5的拍賣費3萬5 1萬5的拖車費4萬5 然後還有一個 出口的半引費用1萬5 總共6萬塊 這是在日本出來了以後 的費用 到了台灣當地對不對 增加一個東西 中華民國萬萬稅 我們的報關的稅 都要50萬台幣 而50萬台幣還不算是最多的喔 因為政府規定喔 每一台進口的車子 像我們這種小量貿易商辦的 一台車驗車要10-11萬 可是如果是大公司大企業的話 他們不用逐台安省 他們只要拿一台車去安省 他們就可以用大量安省的方法 驗一台車可能20萬30萬 但他這500台同行車 這一年都可以用 你看 這樣子比較起來 我們的成本 就多大他們很多 再來關稅驗車對不對 還有一個東西 這些車子的移動 絕對不能在路上行駛 即便你掛試車台也不行 為什麼 他在台灣是沒有經過核定可以使用的 所以這個車子如果你一行駛被抓到 就會被壓扁喔 所以我們的每一個 比如說從港口來這個地方 用拖車的 從那邊到市車中心拖車的 從市車中心回來拖車的 所以拖車這樣的費用 這麼多趟加起來大概1萬塊 然後爆關要2萬塊 再加上一些殺費1萬塊 也就是說 雖然我們買金額在日本只有87萬 搞了半年真的一費 我們這些所有的費用加起來 是75萬 這是成本喔 成本162萬 那我們捷運計程 我們現在決定了 就是我們每一台車 其實買賣最怕什麼 最怕被騙嘛 最怕被人家賺很多錢嘛 對不對 我們就規定 規定 每那台車我們就抓10%的獲利 162萬10%是多少 16.2萬 那就是可以賣到178左右 我們就賣178 然後呢 假設你如果有興趣 想要買這個車子 就是我們的現有庫存 欸你不喜歡 用另外一個方法 我們幫你買 那我們就不用收到10% 我們收5%就好 因為我們沒有用到我們的錢嘛 就包含日本買到 你就付錢給日本 然後進來台灣 那你就把這前面的這些 運輸費用關稅清掉 然後台灣要報稅 你再把這個錢付給政府 階段式的付費 有點像那個預售屋 這樣子你也可以挑到你要的 因為有時候是這樣子 我們買的車子不一定是你需要 你可以開出你的需求 我們可以告訴你最近的成交價 那這樣子 我相信會對比於外面的店家 可能可以省不少錢 這是我們捷運機車可以提供給服務 就我們其實這排都是日規車 其實還有五六台在海上 跟船運中 這台Julia Q4 4船的 跑4萬9 不過賣掉了 開架是129萬 然後白的里程3萬 也是Julia Q4的 也是129萬 那這台我們剛剛已經算出成本了嘛 178萬 這個C450 Wagon 有沒有這個把力 配備全滿 在這不錯值得滿 這台跟那台里程顏色條件都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的開架也是一樣178 還有這台就兇了 GT43 記得要八九百萬 但我們現在這台19年的 好3萬 我們的售價是339萬 還有這台C63 S 229萬 就是兩面向嘛 我們進來的車 你可以看到實車 你如果擔心 你看到實車去試車 你就可以買 但如果你更相信我們的品牌 你可以把你想要進的車子 想要的車子 然後告訴我們 我們幫你找找看 然後我們來商量 假設我們知道 大概在日本當地 要買的金額 可能要花500萬日幣 大概就是100萬台幣 然後進來台灣 可能整個規費關稅加起來 總成本180 你覺得可以 那我們就幫你進 這也是一個額外的服務 那今天這整集 日本拍賣場上下集 老實動眾 真的實勁的去當地 給你看到這個車哪來的 有什麼樣狀況 真的跟你分享 一步一步一步 買這個車子 它負擔了什麼 我進來 雖然日本當地買87萬 船運多少錢 拖車多少錢 服務費收多少錢 關稅政府跟我們收的多少錢 驗車多少錢 層層層層層 疊價的成本 加起來 這台車總共的金額多少錢 好啦 請讓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分享出去 如果點閱率 破多少 破30萬 那我們要再去買什麼 再去海外試駕好了 但是是去哪裡 日本 還是東京那個沒去到 我們去東京 我去買一台超跑回來好了 好不好 好 我們去外面租車 國安車CRV 一天平日要一兩千塊 假日要五六千塊 那我們今天捷運汽車 提供一個非常誇張的價格 旁邊看到這六台車 200多萬的320GT 200多萬的318 300多萬的Q7 300多萬的X5 180萬的E系列 這六台車 一樣給你一個 租國安車一樣的價格 平日只要一千九 假日只要兩千九 而且我們台北 新竹 台中 高雄 每一個展示中心 都可以提供這個服務 如果你有興趣 拨打我們服務電話 0917-435-209